2009年5月的一天 南平市张湖镇附近的东路村村民杨群喜到山上去抓蛇 当他在竹林里穿行的时候 突然被隐藏在林中的毒蛇咬到了手指 伤口很快肿胀起来 他迅速地用茅草捆扎了一下胳膊 随即让儿子把他送往蛇伤专科医院起救 在医院里 医生马上给羊群喜注射了抗蛇毒血清 接着又往伤口敷上了由多种中草药制成的蛇伤药膏 经过这样的紧急抢救 他才算是死里逃生转危危安 福建省南平市位于民北的群山之中 气候属于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风气候 陪同我们采访的专家告诉我们说 由于自然资源保护得当 使得各类野生动物得到了很好的修养生息 仅以蛇类为例 这里共有各种蛇类79种 占到了全中国蛇种的一半 毒蛇的种类更是占到全中国毒蛇种类的60%以上 既有性情凶猛的眼镜蛇 行动隐蔽的古毒蛇 也有剧毒的银环蛇 毒液青和腹蛇等等 如被这些毒蛇咬伤 不立即救治 顷客之间就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真是来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蛇类的王国 可是此刻在张虎镇采访的我们 却听说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此地有一个叫蛇王庙的地方 即将举行一场与蛇类相关的祭祀活动 活动中需要用到大量的蛇 而前几天被送进医院急救的那个村民 正是在抓蛇的时候不小心被毒蛇养伤的 这让我们十分好奇 蛇是让人感到害怕的一种动物 平时人们在野外遇到蛇的时候 避之都唯恐不及 为什么当地人竟然还要为他们操办活动呢 我们马上去车前往以探究竟 远远就能看到满江边上 有一座红色的大型建筑 当地人告诉我们 那是张虎镇远近闻名的蛇王庙 建于明朝时期 距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在庙里我们见到了一幕奇怪的场景 村民们正在拎着一袋袋 各种各样的蛇走进蛇王庙 把他们装到几个大瓮里 滋养起来 陪同的专家告诉我们 把蛇放进瓮内滋养 善待他们 具有明显的民俗学含义 这个蛇王的 这个头是巨大的 父亲 这是古人 这个模仿这个孕妇 这是和生自 这个崇拜有一定的关系 那本来虫蛇 虫蛙 里面就包含有 生自崇拜的意义 看着这些可怕的蛇类 被缓缓装进容器 心里清楚 他们根本就咬不到人 但还是让我们感到 几倍有些发暖 村民告诉我们 祭祀活动是在 每年农历的7月7日 全镇的男女老少 都要一起出动参加 将会有一些人们 平日里见不到的事情 在那一天发生 这让我们立刻想起 农历的7月7日 正是民间传说中 牛郎之女 雀脚相会的日子 活动选择在这一天 可能正如专家所说的 在某种意义上 跟生殖崇拜相关吧 我们很想知道 会发生些什么 平时见不到的事情 可这里村民的回答 却总是含糊其次 也许这就叫 天机不可泄露吧 蛇这种奇特的生物 它的历史 要比人类古老得多 远在六千多万年以前 蛇就在地球上出现了 目前出土代 最早的蛇化石 约在一千五百万年左右 蛇类的新生期 是在数百万年前 自从人类 在地球上出现以后 就面临着各种蛇类的威胁 目前世界上 还生存着三千多种蛇类 全球每年 有五百多万人 被毒蛇咬伤 有四万人 因此而失去生命 蛇类威胁人的最致命的武器 是它口中的毒液 毒蛇的牙 是两根中空的管子 连接着后面的毒线 毒线里的毒液 有剧毒 当它咬人的时候 肌肉的收缩 会把毒线里的毒液 通过毒牙的中空管 注入人体 使得人的神经系统 或者血液循环系统 中毒麻痹 从而致人死亡 毒蛇的毒液 是它们用以捕食的利器 在明北山区的密林中 我们观察到了 毒蛇捕食的过程 一只潜伏在树枝上 耐心等待着的毒蛇 当它看到一只小鸟 傻乎乎的 停落在附近枝头上的时候 顷刻之间 就窜上去咬死了小鸟 这只小鸟叫秀野 专家告诉我们 蛇的主要食物 是森林里的这些小型动物 例如小鸟 青蛙 老鼠等等 而明北山区的密林里 由于自然环境保护得好 小动物很多 蛇类的食物非常丰富 这也是它们数量 极多的原因之一 大约经过二十分钟左右 这只蛇才把小鸟全部吞了下去 享受完了它的美滩 那么像蛇类这种 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危险动物 为什么张湖镇的村民 还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呢 它们对蛇 究竟还有一种怎样的情节 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决定去找村民了解一下 您好 怎么样 今天我们家很开水吧 有的青年人 不懂得蛇的规矩 只要我跟他们说 蛇走蛇的路 人走人的路 因为蛇呢 会跑到我们家里面去 为什么呢 我一说就说呢 蛇就被什么动物 比达格利亚的 给他追 他怕了 没办法闯 只能跑到我们家里面去 我们如果把蛇打掉 那被人杀身不好 我们打得人也有罪了 所以说呢 蛇呢 蛇走人的路 我们人走人的路 朴素的村民们 用他们善良的心地 呵护着蛇类等野生动物 他们觉得自己的家园 有了这些动物的存在 才感到完整和踏实 这样的情感 随着人们的言传身教 一代代向下传承着 这没读的蛇 对 原来和我们平常人 对蛇的反应不同 张湖镇的村民们 竟然对蛇 抱有一种友好的态度 这又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就此请教了 南平市的民俗专家李子 李子先从福建省的 古文化介绍开来 他告诉我们说 福建的简称叫民 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 敏字的写法就是大门的中间有一条蛇 蛇竟然可以爬进人类居住的房门 说明这里是一个蛇类遍布 而又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地方 东汉许圈的书文解字艺术中 是这样解释敏字的 敏东南粤蛇种 意思就是说 古代居住在福建山区的敏粤人 其实是一个以蛇为图腾的族群 在民北的武衣山区 现在还保留着一座敏粤王城的遗址 奢华的宫殿 处在一大片山间屏蔽上 敏粤国存在的时间 为距今两千多年前的 公元前202到公元前110年 后来被中原的汉武帝索灭 敏粤人是一个处在江南水乡之人 所以他们善意在水上生活 所以他们需要断化 纹身断化是为了什么呢 在水上生活的时候 以便于头发不易把眼睛盖住 便于生产生活 纹身的多半就是纹蛇形 或者像蛇的纹路 它便于在水上生活的时候 让蛇误会以为是同类 不会去伤害着它 那么在岸上生活也是 因为你纹蛇 既能够蛇和蛇接近 受到蛇的认同 第二个呢 它也能够保持它自己的 成蛇的这么一个图腾的持续 原来古代的敏粤人和我们一样 最初对蛇也怀着一种恐惧心理 之所以这种心理慢慢的消除 进而发展到把蛇作为图腾加以崇拜 原因在于他们和我们的处境是不一样的 我们身处平原的人行动方便 遇到蛇类的威胁可以马上躲开 而敏北山区山险路窄 并且蛇类遍布 敏粤先祖终其一生都暴露在蛇类的威胁之下 内心的恐惧 时时会让他们感到不安 从最初小心翼翼的与蛇类接触 到慢慢亲近他们 乃至加以崇拜 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他们的蛇崇拜其实就是 消除内心里恐惧不安的一种方式 古代敏粤人断发纹身的行为 显然是一种祈求蛇 不要伤害到自己的原始宗教行为 我们在武夷山的博物馆中 看到出土的许多古代敏粤人的淘气上 都有蛇形的装饰图样 可见在明北山区对蛇的崇拜 最少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近代甘宝所著的邹神祭艺术里 记载了一个礼祭斩蛇的故事 说的是古代明北山区的百姓 对蛇的崇拜 已经达到了极端的程度 从丽庙以香火祭祀 到用牛羊等牲口来祭祀 最后竟发展到了仁祭 汉雍陵下北有巨蛇 长发仗语为仪仗 礼俗据以为神 丽庙四支 虽用童女一人 前后已用九女矣 虽然人们每年都祭祀她 但这条巨蟒根本就不满帐 还常常从洞里出来吞噬山民和家畜 最后出现了一个叫李济的童女 自告奋勇去斩蛇 她带来糯米瓷疤来吸引巨蛇出洞 用狗来分散蟒蛇的注意力 然后灰刀斩死了这条作恶多端的巨蛇 李济斩蛇的故事标志着民北山区的人们 已经从对蛇类的盲目崇拜 发展到开始对他们有了客观和科学的认识 两千多年来 这里的人们在开发和认识自然的过程中 也积累了对付蛇类伤害的丰富经验 南平市蛇伤专科医院的温美玉院长 是当地祖传的蛇医 那些漫山遍野生长的中草药 就是他用来治疗毒蛇咬伤的特效药 以后来我就 哇看到这蛇被咬伤太痛苦了 以后我就拜师拜 专治学这个蛇伤 这是平地木 是利尿的 这个是 营花亭 这是货血的 止血的 这是福藏 这个也是通便的 这个是 三七 利尿的 这个是那个 消肿解毒的 盘龙生 这药是祖传的 这个 这是蛇伤救命药 治疗不少的病人 现在有的人用了血清 还是需要这个 这个消肿解毒 利尿 效果比较好 哇 采访期间 我们再次来到蛇伤专科医院 盼望前夕天被毒蛇咬伤的村民杨群喜 温院长正在对患者的伤口进行护理和上药 虽然被毒蛇伤得比较重 但可以看出来他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杨群喜在内服和外服了温美玉配置的中药治疾后 住院一个星期就顺顺利利的出院了 一场惊吓终于过去 在医学发达的今天 人们已经不会再有 弹蛇色变的那种恐惧了 张虎镇有这样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 说的是 有一个农夫外出钢田 突然被一条蛇铲住不放 蛇威胁农夫说 必须要把他美貌的女儿嫁给自己 否则就置他于死地 恰好这时 农夫的小女儿送万道来 为了营救父亲 就答应了蛇的要求 这条大蛇随即带少女来到一个宫殿中 摇身一变成了美貌的王子 和少女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这个故事形象的说明了 敏月先祖从对蛇的盲目恐惧 到转变成渴望与蛇和谐相处的心理过程 这个过程在历史的岁月中慢慢激电 就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习俗与图腾崇拜 张虎镇这座蛇王庙的建造 就是一个佐证 这个相传在明代的时候 张虎地区发生了大火乱 整个村庄死了好多人 后来在整个村庄人家都没有办法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只蠻蛇精 人家就是求神 后来拜了以后 整个村庄这个瘟疫都散去了 散去后来就 整个村庄的人 要齐心协力 建了一个 这个蛇王庙 把这个蛇作为神 供奉在这里 几百年来就是这样子 一直供奉到今天 就是 人家把他作为 非常神圣的神 作为自己的保护神 就是 供奉着了 在他 张虎镇的心中 他蛇王 就是他 源源的保护神 源源平安的保护神 张虎镇的人们崇拜蛇 与中原地区的人们崇拜龙 有相似之处 蛇是龙的原型 当地有一种说法 说 在福建山区还是蛇 出了山就成了龙了 在人们对蛇 已经有一些科学的认识 不再盲目害怕的前提下 蛇神已经变成了 保佑人们平安的土藤了 可是 在张虎镇即将举行的 崇拜蛇神的祭祀活动 到底会是一种 怎样的场景呢 这一直令我们充满了好奇 好不容易 到了农历七月初六的这一天 我们终于得以 跟当地村民一道 去筹备这次活动 为了准备这次祭祀 张虎镇的村民们 四散出动 到周边的山上去抓蛇 我们跟着一个村民 到山上去 很快 在一棵树的枝鸭上 发现了一条蛇 这个蛇 你感觉啊 我感觉啊 看来 这里蛇的密度就是大 一不小心 就可能从头顶上 掉下一条蛇 在捕蛇的过程中 我们注意到 这些村民们捕捉的 用于仪式的蛇 都是一些无毒 或者微毒的蛇 当地人管它们叫 扇蛇 这个地方树很多 会不会有蛇 有 蛇很多 你看吧 那不会叫 哦 这叫蛇呢 别咬着你 不会 不会咬 真不会咬人 这个蛇很安全 很安全 农历7月7日的一大早 张湖镇的村民就聚聚在蛇王庙里 举行虫蛇赛蛇的仪式 蛇王庙里的主持 当地人叫做蛇怕的陈学明 在祭坛前宣布了祭本 原平张武 敏乐幽权 千秋远续 远古明昏 万代时空 一脉相成 接着 谷乐启奏 有几个人手中 拿着古老的蛇形道具 跳起了舞蹈 众人把大蟒蛇 请到一只轿子里 这只大蟒蛇 在今天的游行队伍中 就代表了蛇神 在三声火创响过之后 模仿着中国古代官员出巡的仪式 鸣罗开道 遗仗前行 还有古代县令的雕塑 在大蟒蛇的轿子前保驾 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 他们将要在镇上 还行一周 来显示活动的规模 与气势 在这日里 以胆大闻名的张湖镇村民杨良鸡手中 举着一条巨大的蟒蛇 不时与蟒蛇近距离接触 跟在后面的一大群孩子 手里也刻抓着一两条小蛇 还有人用手帕 小心翼翼地包着 这场游行 当地人叫赛蛇神 通过展示人与蛇的亲密关系 来表达人与蛇类和谐相处的愿望 这样的景象 令我们联想到了 米岳先祖们 那盛大的祭蛇仪式 路边上不时有居民手中拿着香火 来和游行队伍中的香火 互相交换 其中有很多是妇女 这些举动都是祈求蛇王 保佑这里的家庭 子孙繁多 人丁兴旺的 引人注意的是 在游行的队伍中 有一群人披夹带锁 模仿成古代罪犯的样子 他们要通过这种举动 让蛇神宽恕他们 在不经意间犯下的一些错误 有一些大胆游客 也自发加入了这个奇特的仪式 快中午的时候 游行队伍才回到了蛇王庙 把游行上的神像和大蟒蛇 抬进庙地安放好 仪式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待吃过午饭后 人们会把表演用的大大小小的蛇 拿到泯江边放生 这样的结局似乎在告诉人们 从古到今 敏岳先祖倡导的 与蛇等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态度 始终没有改变 陪同我们的专家也持有这种观点 并且带我们去看了敏江边上 另外一个祭祀野生动物的庙 猴王庙 专家对张湖镇的这些习俗 还有更深一层的解读 他告诉我们说 张湖镇的原住居民 大多数都是古代敏岳国移民里的重要一只 淡民 淡民是在书建敏江上和沿海生存的一个特殊的族群 有的学者认为 最早的淡民是敏岳国人的后裔 在敏岳国王国的时候 开始过起水上漂泊的生活 这一漂就是两千多年 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陆续上岸定居 淡民来说 就是我们岸上的居民 对放水而居的住在船上 这一种居民的称呼 原来以为他们是另外一个民族 但是是经过多年 这个调查人员 证明他和武汉是一样 只不过是一种一个人群 只在放水而居定一种 才是一个人群而已 才不是一个人 与农历七月七日的赛蛇神活动相对应 每年冬天的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张虎镇的人们还要举行在敏江边上的游蛇灯活动 这也说明了在整个一年之中 当地居民的生活和感情 都与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我们中原地区崇拜的龙 他的身子就是借用了蛇的身子 很有可能是远古先民在崇拜蛇的过程中 经历过漫长的历史阶段而演化出来的形象 但在宁北山区这里 却还仍然保留着蛇崇拜那古朴的原生形态 他跟我们在中原地区建造的龙土 普通崇拜相应程序 从一个侧面见证来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 与悠久的起源 板块残存的瓦当 让一座神秘的宫殿浮出水面 一个强大的诸侯国 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岳王勾建的后裔 与汉武帝如何对决 明天同一时间 敬请收看 走遍中国南平系列之 敏月风云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